继续回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今次就会讲拉特朗公会议 就是发生在中世纪中期的最后部分 这个内容就放在宣教专页里面 我们仍然在讲中世纪中期高峰的时代 讲到第三格 所以就特别讲拉特朗公会议 另外也讲到道明会和方祭会 这个内容就是来自圣经简报站 第四次拉特尔会议的重大决定 包括了确立了圣职人员和教皇对社会的领导地位 决定了预备再组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 由教皇亲自大令出征 接着就是核准、方祭会和道明会的成立 接着就是指释这个 雅纳道派和 雅尔比根派的作为异端 接着就是规定对那些不肯悔改 全部异端者的刑罰 并且就是没收异端者的资产 隔除同情异端者的交值 完全赦免合作者的罪显 也都宣告限制赎罪券的颁放 规定信徒每年需要做一次的告解 接着就是禁止再设立新的修会 来避免修院设立的反难 还有就是禁止任何圣物的崇拜 除非得到教会的许可 提醒主教作为教师的责任 不规定主教们应该当选能干的人来讲到 并为学识教为差的人 免费提供神学和文化的教育 并且就强调 性职人员的培育和加薪 禁止买卖性职 规定性职人员的外在生活 包括公职、贸易、穿着、表演等等 命令犹太人和穆斯林 穿着特别的服装 犹太人除了不可以担任有权 管轄基督徒的公职之外 更加被排除于一般社会之外 这个也都开始犹太人 被孤立在贫民窟的悲惨历史 另外有关圣餐当中 化质说的被接纳为正统 化质说就认为 饼和酒内存的永久真实 经过竹祭已经变成了基督的血和肉 然后就是命令所有的性职人员 必须禁戒所有消遣的活动 禁止性职人员 在施行圣礼之上收取任何费用 命令所有的教堂里面 都必须设立学校 这一次的拉特兰会议 成为教皇伊洛森三世 超越着其他诸教皇 拥有最高权势的标记 而第二年伊洛森就逝世了 但是他可谓的成就 隐藏着更加可谓的代价 伊洛森在位期间 令到百姓所流的血 教任何一位教皇都多 而词异议者都是不被容忍 受到严厉的对待 他开创了宗教裁判所的时代 1999年他就宣布 信奉异端是一个死罪 并且在1209年 就组织了亚尔比十字军 对亚尔比根派的异端 展开了20年的大屠杀 另外一边就是在亚美尼亚 那边就是一个非主流的教会 就叫做保罗派 他们的特点就是在东方 散步很快 为正统派所不用 另外他是可能是二元论者 还有他们是拒绝收道主义 外表的圣礼 十字架 图像 圣图为物 并且也不承认 大公教会的圣物阶级 反对所谓正统宗教生活的形式 和他们的事工是以 游行宣度 和腾写书籍为主的 另外有一派人 就是这个亚尔比根派 刚才所说到的 这个派主要就是在法国的南部 发展得很快 获得当地大部分人所拥护 亦都获得当地的皇宫所保护 意大利佛罗伦斯 亦都有三分之一的居民 都在这个派的信徒 而去到1200年的时候 已经成为罗马教会最大的威胁 之前说到的伯纳德 亦都曾经去到法国的南部 向这个派别的信徒传导 想引领他们归正 但是没有成功 他们究竟是不是 而言论者都不知道 他们是实行着一个严谨的 苦修主义 力求是灵魂脱离一切的不结 这个 亚尔比根派就认为 真正的教育其实是永恒的 不需要以公雅的手段 维持它的存在 还有他就认为 基督是天使 既没有死 亦都没有復活 还有就拒绝 接受十字架 和华丽的教堂 他们的仪式 其实是极其简单 还有他们就是行为正直 勇于殉道 所以其实都感动到 很多平民加入他们 他们是热心地研读新约 但是就拒绝旧约 他们用白话来翻译新约 宣扬新约的道德 和强调爱 坚持有两个教会 包括真正的教会 就是他们自己 而另一个邪恶的教会 就是罗马教廷 而他们对这个教皇 伊洛森三世所发动的 十字架东征 彻底殲灭该教牌 另外 亦都有一个派别 就是眼纳道派 最初 就是称为 李昂的穷人 就是 彼得 雅纳道 大约就是在 1177年 所发起 彼得 雅纳道 就是李昂的 富商 他按着字面来理解 基督要求 年轻 财主 变卖一切 分给穷人 然后跟随 耶稣 的那个教训 就将财产一小部分 留给他的老婆子女之后 其余都分给穷人 就开始 在这一段时间 称为宣教 雅纳道 跟他的跟随者 请求教皇雅纳 阿历山大三世 准许他们传道 他是遭到拒绝 他们认为 教皇是以人的意见 拦阻着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的决意 继续传道 以至后来 遭到教皇 路求三世 格除教席 教皇这些不自行动 不单是强迫 雅纳道 派要离开教会 反而为他们 大开方便之门 自由传道 无所顾忌 所以他们的人数是激增 亚纳道派的信仰 是建基于圣经 多过其他人为的信条 而他们就拒绝 承认教皇 和主教 就认为罗马教会腐败 无资格成为 大公教会的领导者 他们坚信 男女平信徒 都有权权道 但他们 也有自己的教士组织 他们否定 为死人祈祷的能力 煉辱的教义 拉丁的图问 教会的音乐 强制的忏悔 以及除了洗礼 和圣灘之外的 一切成礼 他们主张 圣经才是基督教的表征 而不是十字架 雅纳道派不肯证读使徒信经 也不肯敬拜圣徒 偶像 圣物 反而是对十一奉献 宗教裁判所 和 反对十一奉献 反对宗教裁判所 和反对死刑 他们被 罗马教庭打成是异端 在法国 和西班牙 受到灭绝式的逼迫 生还者就走到 意大利 亚尔比斯山的深谷 来避难 一直活跃到今天 而雅纳道派 就是乌斯派 和 波希米亚 第卿会 的开路先锋 当后来的改教运动 兴起的时候 他们最先宣告响应 而且完全 归入 更正教 我们看 拉特 兰会尔的目的之一 是要改革教会 当时 基督徒心目中 所谓的 教会格生 是指 职职人员 和收道士的改善 因为那个时期 职职人员 大部分的属灵情况 都是令人叹息 教会是拥有大批财富 而担任教会职职的 其实都是谋生最容易 最舒适的途径 而主教的身水也都很高 于是就有很多 非常世俗的人 就做了主教 而有一位 巴黎的书记就说 我可以相信任何事 但是却没办法相信 因为德国的主教是可以得救 而伊勒三世也都说过 法国南部的主教 其实是平信徒的笑柄 所以越来越多的 虔诚的信徒就觉得 教会是需要革生 而这种感觉 兴起很多新的 修道院和团体 这些新的团体 强烈地定罪 那股 渗入了教会的腐化潮流 这些新的团体其实有两类的 分别就是 工作收市 和传道收市 前者就是退到遥远的荒谋地区 专心劳动和默想 例如 卡都申会 和西督会 而后者就是走出去 收道院 传阳福音 他们离开修远之后 需要依赖百姓的接济 和捐赠 所以也都称之为 托盆征 包括了 方制会 和道明会 首先 说道明会 就要说这个 西班 就要说这个 当明尼古 是西班牙人 创立了道明会 他致力就改变 亚尔比根派的信徒 相信 只有借着 清贫 和 简薄的生活 才能够 和这一帮 虎修的 异端 信徒 去接触 而他就 招聚了一群 有志向 二教 和 有志向 二教 和二端传福音的人 大家一起传道 一起过一个清贫的生活 而为了 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是 是特别 有志于 将学问 是第一个放下劳度工作 而将知识学问 放在首位的 收回来的 而这个的 道明会事 就是因为 热冲于学问 以至在当时 正快速发展的 大学的教育 当中 取得到 肯定的地位 并且也都在学属上 享有 圣语 他们致力于 对付 二端 和二教 然后就成为了 宗教裁判所的先锋 教皇也都是不时利用他们来宣传 十字军 收集捐款 执行外交使命 而这个会出生的 中世纪神学家 包括了 亚伯特马 格劳斯 和多玛阿斐那 而另一个人 就叫法兰西斯 就是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圣徒之一 创立了方祭会 他是意大利 亚西西的 一个富有报商的儿子 所以 自小就过着享乐的生活 到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为一场危险的疾病 而归向了基督 后来他就放弃家产 献身过贫穷 慈善的生活 法兰西斯 坚持过贫富生活 而争女们 也必须亲自做事 不计酬劳 也不可以为明天忧虑 除了当日的必需品之外 所有东西 都要去周制穷人 方祭会的跟随者 除了要过一个 绝对清贫的生活之外 亦都要防范骄傲 虚荣 窒渡 贪心的言行思想 并且要爱仇敌 他们不会 在未得道主教允许之前 在任何主教教区传道 他们会谈论 惭悔 和原谅的问题 但是不会在神学的问题上争论 他们跟仇敌 伏合的表现 为世人所清重 每个城 每个乡 都曾经有一帮人 就是不断歌众神的 传道者的足跡 好 好了,今节就讲这个的时期 这个特别就是 达拉特朗公会议 亦都是中世纪中期 最后这个部分也都讲完了 之后我们就会进入 中世纪后期的时代 所以我们今节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的圣经证读 我们的原则就是 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的理念是以教党 牧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的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我们的影片 下面按like 和留下造就性的留言 在订阅 按下订阅 旁边的小铃 就可以启动通知功能 就可以接收我们最快的资讯 好了,我们今节就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